Buff迭满的一次总决赛 盘点两队拥有的玄学定律 2018年时光倒流 VS新手主帅福利 今年NB的总决赛马上打响 而凯尔特人和勇士谁能够夺冠 每位专家都有自己的预测 而今天我们抛开专业的分析不谈 就整这些玄学 这两队可以说是Buff迭满的一届总决赛了 首先凯尔特人这边 他们的主帅是今年刚刚作马车的乌渡卡 有趣的是 近三次参加教练就进入主决赛的球队 全部夺冠了 除此之外 绿军还有一层把腹保护 那就是巴特勒的王宇 近三年淘汰巴特勒的球队 全部获得当年总决军 包括19年的猛龙 20年的胡人和21年的熊鹿 而勇士这边 他们也有贝兹莫尔定律 及贝兹莫尔离队后的下一年 勇士都打进了总决赛 并且上一年成功夺冠 上一次还是在13到14赛季 当时贝兹莫尔离队后 勇士2015年就拿到总决军 除此之外 2018年 当时辽宁斯布林横扫广沙 获得CBA总冠军 皇马击败利物浦拿到欧冠 RNG赢得了LPL春季赛 和MSI集中赛的冠军 而勇士也赢得了总冠军 如今2022年 辽宁同样横扫广沙拿到冠军 皇马击败利物浦赢下欧冠 RNG获得了春季赛和集中赛的冠军 这也预示着 勇士要夺冠了吗